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站住 两位大文豪来了 不敢当 只是文学爱好者罢了 不敢当 只是对文学感兴趣而已 怎么回事 这书没读完 连见面都觉得不好意思了 不是 你们俩啊 最好当面说清楚 关于你们的艰苦阅读和难产的读后感 没有什么读后感 因为那本书找不到了 你们俩的书一起不见了 纯属巧合 绝对没有预谋 绝对没有预谋 你们俩的书一起丢了 这怎么感觉怪怪的呢 这只是一次意外 这样也好 你们再也不用疯狂地翻字典 也不用为苦读而伤脑筋了 这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哪 谁是苦心人 咱们俩都是 干嘛呀 这些日子 老是笑咪咪的 一想到文化交流在咱们家 进罗密鼓地进行着 我就开心 不过 这两天啊 好像是交流活动有点眼旗息鼓了 大卫 那本书看完了没有 那本书 那本英文版的 你爸天天念叨 最蓝的眼睛 爸爸 您一天到晚念叨 人家外国的最蓝的眼睛干什么呀 我也想参加文学爱好者活动啊 你看大卫啊 你和苏珊顶多就算 读书二人组 有我和你妈一参加 那就能凑个文学杀路了 我可没说参加 这不再参与嘛 你可以不发言 旁听 这 这 这 那本书到底看完了没有啊 爸爸 爱好文学不一定光看书 您也可以看个电影嘛 是吧 您像什么亮眼睛啊 黑眼睛啊 母亲的眼睛 二十四只眼睛 我就关心你那最蓝的眼睛 我一直等着 你看完那本书之后 和苏珊在一起讨论读后看呐 对 你爸就等着参加讨论的 爸 那就 您一个人的爱好吧 讨论会您就别想了 为什么 您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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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那本如临外食找不着了 是 其实我那本最蓝的眼睛也找不着了 你们俩的书都找不着了 我遗憾的宣布 读书研讨讨会 无限延期 是的延期啊 书都找不着了 早说呀 我们二楼帮你们找啊 不不不不 我还就不信找不着了 这书又没长翅膀 他还能从窗户飞出去啊 老伴 这可就看咱俩的了 搜书行动现在开始了 白淼 我们的大救星啊 大救星啊 这个大救星吧 不敢当 但是 祝人为乐还是可以的 什么事 走 走 不不不不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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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大文豪来了 不敢当 只是文学爱好者罢了 不敢当 只是对文学感兴趣而已 不敢当 只是文学爱好者罢了 不敢当 只是文学爱好者罢了 I'm flattered I'm merely a literature lover 在汉语口语中 不敢当 不敢当 只是 什么什么罢了 表示 对对方给予的称号或待遇承受不起 并做谦虚的表示 苏珊 你的汉语说得真流利 对中国的经济 社会 文化 了解的也很多 我看你快成中国通啊 不敢当 我只是对汉语 对中国很感兴趣罢了 我和几个朋友组织了一个沙龙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也欢迎你参加 好啊 有时间的话 我一定去 麦苗 你太厉害了 真是一个功夫高手啊 不敢当 不敢当 我只是特别喜欢武术罢了 麦苗 我也想学功夫 你说 我得练多长时间 才能达到你现在的水平啊 反正我是从四岁就开始练的 啊 得练那么长时间啊 我爸我妈正在翻箱倒柜的给我们找书呢 哪本书 我最近看的那本又厚又大的书 我也是 嗯 啊 你们俩一定不希望被找到吧 根本就不可能找到 不可能的 哦 那你们就是希望 我也帮着你们一起找找 行不不不 我们的意思啊 就是让你啊 劝劝我爸我妈就别找这书了 对对对 找了好多地方什么也没找到 需要一些线索 你们的书是哪天不见的 上个礼拜 就是乐乐放学回来比较早的那天 苏珊 你的书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我的 他们俩的书是一天不见的 你们的书是在哪儿丢的 爸爸我们要吃了在哪儿丢的 不就找着了吗 咱们这也得有个来龙去脉啊 你仔细想想 好像大概也许 别吞吞吐吐的 估计可能就是乐乐翻完我那个书之后 发现没有插图 书就不见了 苏珊 你呢 我的书也没有插图 乐乐不甘心情 这么说 乐乐也翻过你的书 然后书就找不着了 呃 貌似 也许 可能 我明白了 老伴 撤 得 乐乐乐要倒霉了 乐乐要倒霉了 乐乐要倒霉了 爸妈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四个是坐一辆车回来的 嗯 这样呢既省钱又省油 而且可以减少碳的排放量 对 你们回来的正好 哎 这家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相当严重的事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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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是在我们家里 不能出现悬崖 书的下落一定要查 对乐乐也要教育 现在这两件事 已经有机的 结合在一起了 我求您了 不要有机结合 哥 哎 到底家里是出什么事了 啊 我需要细节 苏珊丢了一本书 如临外使 这本书是你哥哥借给的 哎呦 你可能要倒霉了 啊 乐乐 你这几天 到底干什么坏事了 我怎么会干坏事呢 我可是又聪明 又听话又懂事的 乖孩子 哎 就是嘛 哎 爸妈 你看乐乐是又懂事又聪明的 乖孩子嘛 哎 对 嗯 啊 哦 嗯 我问的是你爸和苏珊阿姨 互相赠送的那两本又厚又重的书 乐乐 乐乐 不要一问三不知 你的这种态度还不好 嗯 人家本来就不知道嘛 你这次淘气是太严重了 对 人家本来就不知道 乐乐 你好好想一想 你真的没见过那两本书 哦 哦 好 你们说的不就是我爸和苏珊阿姨看的那两本没插图的书 我看了 不好看就放下了 可是之后怎么就不见了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扔到哪个鸡脚咖喇了自己想不起来了 乐乐 你是不是把书撕了叠成纸飞机飞扫了 爷爷 您的想象力都带翅板的 严肃点 快告诉我 那书到底藏哪了 乐乐 你这次淘气的行为它的后果很严重 对 这如果要是吃的东西 你放在一个地方谁都不知道 隔几天就臭辣 吃的东西更不能乱扔 你好好想想 想不起来实际想 实际想 我 我想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一个人 谁 谁啊 传说中被冤死的动物 哪本书 我最近看的那本又厚又大的书 我 我也是 我最近看的那本又厚又大的书 我最近看的那本又厚又大的书 the second big book that I've read recently 在汉语的句子中 有时定语部分会像这两个例句一样 比较复杂 这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复杂定语的顺序 一般的顺序是限制性的定语在前 描写性的定语在后 乐乐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我在找东西 你找什么呀 妈妈帮你找吧 我在找去年火过生日的时候 二叔送我的那个变形金刚 处长 您找我 小刘 我只想问问你 工作计划你做好了没有 工作计划 哦 就是您让我写的我们组下半年的工作计划 我正在考虑呢 什么 两个月前我就把任务布置给你了 你现在还在考虑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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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是两本书引起的追杀 坏了坏了 这事闹大了 坏了坏了 你过来 爷爷 你叫爷爷也没有用 就是爷爷说要把找书和教育你结合在一起的 爸 妈 你们就别难为乐乐了 对 别难为孩子呢 就是你们两个当事人讲情也不管用 我作为乐乐的爷爷 我作为乐乐的奶奶 一定要追查到底 乐乐 请 我 我坦白行了吧 那个书其实是我自己藏起来的 我也 那个书吧 读得特别累 好多单词我也不认识 所以我就实在读不下去就把它藏起来了 我也是 其实吧 我并没有说想那个冤枉乐乐 其实是我爸他自己弄误会了 怎么还冤我呀 儿 儿子啊 爸爸给你赔礼道歉啊 嗯 阿姨对不起你啊 吃了 等一下 这两本非常简单的漫画书 这本中文的呢是送给苏珊阿姨的 这本英文的呢是送给我老爸的 嘿嘿 哎 舅舅舅妈 你们看 这回到简单了 他们再也不用为阅读而苦恼了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不过以后再遇到什么麻烦不要连累我了 不不不不不 我还久不 listings了不起 这书都没长翅膀 它还能从窗户外边 窗户外边行吗 飞进来 飞进来 飞回来